主持人 李次長 上台專輯將幾句話 歡迎 謝謝 謝謝美麗的主持人 也是很專業的產生主持人 各位 再講個各位貴賓 各位我們產官學界的夥伴 還有我們今天主辦單位 台灣文不認證公司的立東市長 國首經理 我們產業所的我們自己的旅處長 還有我們經管會的胡志祺秘書 我們還有須須多多 包括我們考試院的處長 還有我們衛福部的王福淑 還有我們區域多多今天在場的貴賓朋友 大家好 我是宇宙衛部的李外倫 今天很高興會來到這邊也很榮幸 高興榮幸之外還有一個革命情感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幾年我曾經有一眼榮幸在行政院服務 那個時候剛好做到了口罩實名制 那個時候口罩實名制就非常的麻煩 台灣文不認證公司 一起來做了這個口罩實名制的工作 所以台灣文不認證公司 其實是口罩國家隊的議員 那個時候是非常的謝謝 所以我現在這邊才要再次感謝台灣文不認證公司 包括集結起來包括通過ID 然後跟會員部的這個 大家都很熟悉的這個App來做一個社會認證 這樣子大家才能用透過健康存責來買這個口罩 那這樣子才能方便大家透過科技 然後在疫情的時候 能夠做一個科技方面的解決來度過這個疫情 我想這個當時很多多少都有使用到 那這也是我想今天這個論壇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怎麼樣用科技改變生活 怎麼樣用科技改變金融 怎麼樣用科技調整我們這樣子面對的一些困境 或者是一些困難 那我想金融這個產業 大家都知道它本來它就有它的特殊性 那這也是為什麼會國家或者是政府 在各國都需要一個高度監管 但這個特殊性下面它也充滿了創新的可能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現在都在講Fintech的原因 那數位部跟成立之後 很多的朋友或者是業界的前輩都來問數位部說 有沒有可能金融科技到數位部來管理 那我想這個我們數位部會跟金融會一起來合作 那也很謝謝黃天目黃主委 在數位部成立的時候就來跟數位部溝通 那唐部長跟黃主委也馬上就兩邊 兩個部會就成立了定期溝通的機制 所以我們已經開了至少兩輪以上的會議 會固定把兩個部會包括金融會 包括數位部這邊遇到 包括業界包括法規調適的部分 通通拿來這邊做討論 那所以今天如果論壇上面還是有需要 還有數位部跟胡子敏也在這邊 那有需要數位部跟金融會這邊 在做法規上調適或者是在做創新上 有任何我們可以協助的地方 但也利用這個論壇的機會 麻煩大家都可以提出來 那我們會待會去做研究 那我想今天還有很重要的題目是 大家知道電子簽署的部分 這也是為什麼今天所有部會在這邊 因為電子簽署法是我們所有的主管 我們主管的其實就是產業署 那產業署其實在 這個也是跟計劃會一起合作 所以在去年年底就已經做了一個函式 把這個電子簽署法的規格跟國際做的接軌 那我想大家一定還有很多想要在運用的地方 那包括比如說像歐盟在電子簽署的部分 他不只在做簽署 他還包括做了這個ECL E time stamp out 這些包括實戳這些功能 那我想我們在這些東西都有可能來討論 那如果需要法規條是需要進一步修法 這個我們都可以在未來這個電子簽署的見討裡面 那我想今天最重要的不是我在這邊說 是聽聽看大家的意見 所以我在這邊很希望這個論壇的過程 大家盡量發表意見 那讓我們帶回去可以做更多的收集 做未來我們在做各種 不管是政策上的調整 或者是在做法規上的制定的時候做很重要的參考 那也預祝今天的這個論壇順利成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市長 多多請您留步了 因為當然還是要請您跟我們一起 來見證跟合影一下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請我們幾位貴賓上來 我們尤其我們的李榮林李董事長 呂政華 呂署長 胡澤華 胡執行秘書 許嘉玲 許主任 王副中 王副處長 郭昭宏 郭總經理 還有我們的張正韻 張副教授 還有我們的邱樹昌 執行副總 以及我們的廖成旭副總 還有黃世輝 執行長 我們一起請我們的攝影大哥 來為我們留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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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K God 謝謝 謝謝 沒有 給我 用 ゆ Grand